我演讲的节目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 讨论的节目是健康产生的例目 那么这个呢今天呢 因为我今天是有区域器的 今天刚好没有区域器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按照生活学的原理 徒乳动物 它的这个受病呢 是这个肾脏器的有种轻费 那么人呢 那么我们人的生长期 是一般是最后一个牙齿长出来 那么是二十岁 二十五岁的 那么按照这个主导器的的话 但是说我们人一个是多大的 就是老提给我们 人最低的可以获一百岁 那么最高的可以获一百二十五岁 他一百七十五岁 那么公认的 那么可以获到一百二十岁 那么现在很多 我们为什么说不到这么大理论呢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可能有的 大家在这个电视上 这个是在媒体上可以看到 六岁的小孩就能够抵抗病 八岁的小孩就能够癌症 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 现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 这个痰症病人也很多 当然了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天年 后到天年的 那么这样的人很少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宋美龄女士 他会到一或零六岁 那么他这个晚上睡觉以后好 那么这个会上安藏的就去世了 那么这个人他就叫什么呢 就叫老死 那么实际上我们写的病死的人是很多的 那么写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写的就讲的 按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这个人呐 它的更新程序啊 那么现在一个人的计划长寿 它是不分之社会去的部分 不分之社会呢取经遗传 那么不分之生呢 就定以社会有助 那么百分之七就定以自然调剂 那么百分之八就定以医疗调剂 那么60%就是以社会方生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 那么关于遗传 这是父母定量改的 那么我们是这个是谁也不可以选择的 那么社会自然环境 它也是不适宜人的主观意志而来改变的 那么医疗条件 那么它这个呢是一个 比如讲中国大陆来讲 还花三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这样的个人也是给予个人 那么政治呢 究竟我们生气健康长寿的是生活方式 那么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刚才我讲的 这个所谓健康生活方式的密码 我刚才讲的就是世界卫生组 来讲的这个五个要素 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讲 其中特别是健康生活方式 那么生活方式呢 为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把它作为健康的四大技神 那么所谓四大技神呢 一个就是分离饮食 另一个呢就是设量运动 第三呢就是介义现实 第四呢就是心态平衡 那么我加了一个叫五大技神 最后一个叫这个起居有常 其中叫我们设别 生活不规律 那么这个也会造成不健康 那么所以我们刚才几位讲的 注意一下期待 那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来就是我们共产的问题 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不健康 那么我下面就是从三个方式来讲 为什么我们讲它是生活方式 它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存在的命法 那么一个呢就是 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个就是为什么 第二个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做什么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做 关于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呢就是我在想 生活方式是当今脉病发生的决定因素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它发布了一个脉病的高危密码 叫三四五零 那么为什么叫三四五零密码呢 这个知道呢三四五零呢 就是有三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那么导致四种脉病的死亡率震高 那么最终可能是不分之五十的人上病 那么三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那么放过吸烟 不喝你的饮食 就缺乏体力活动 那么四种脉性病呢 那么一个就是心脏血管疾病 第二个就是腹性肿瘤 第三个就是腹性系统的疾病 第四个呢就是腹性病 那么目前我们就像中国概念来讲 那么患病的脉性病有两第六亿人 那么有六亿人 需要一种以上脉性病的危险因素 那么脉病治疗费用呢 加到未知指出的部分子切成 那么到2030年 那么它这个占到可以震荡到百分之华盛 那么所以这个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可以使人贺得健康 那么一个呢它是可以使暴剧痒降低减少百分之五 那么中风它的发病率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七十五 它是可以使人贺得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是可以使人贺得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最后医生讲这个 服务的坏事一定要开刀 那么游戏癌一定要开刀 它最后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是把自己治好 现在身体非常好 而且出了很多书 它现在已经身体状况是非常好 那么它是五零厘身的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放不出来 那我这上面多饮 这个人多饮 那么浙江大学的 他还在浙江的杭州 有一个一个老板 然后他看到肺炎 那最后呢 到了医院以后 那么他没放置 医院医院医院打开以后 打开中央以后就没放置了 那么最后他自己熬到生菜去 那么做他的 你到生菜 他反正是起码大的活法医了 那么三年以后 他再介绍 所以说肺炎的肺炎 这个乙气肛全部 介绍不到 那么现在变得正常的人 所以我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人就是 我们是生活方式 当地外面发生的一个决定因素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讲的 就不良生活方式 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使用 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就世界卫生组织在S4级 S1世级冲 那么做了一个 在S6国家做了一个调研 那么调研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经约S1世级 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 那么有的人提出来是 核武器 核脱散 有的人提出来是艾滋病 有的人提出来是传染病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做了调查以后 这才会经认 那么S1世级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 是生活方式病 是生活方式病 那么现在 现在我们已经 测词测测测测 已经看出来了 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就拿我们中国道路来说 我们刚才我讲的 那么我们现在 中国的脉病 脉性疾病 有两厘六亿人 那么 有六亿人 有脉病的威胁因素 那么写着每年 以一千万的 一千万的化病率 那么在震党 在震党 那么台湾在这方面呢 我想这方面也很多 那么这里我们就通计 第三个就是一场情绪未有的 非传染性的脉性疾病 造成的疾抗危机 和医疗危机 正在全球外 那么 那么 这个 1996年 生意与世界医生组织 提出的一个 总结网号当中 就没出的提出 目前医疗的发展 在全世界制造 供不起 和不公正的医生 现在呢 绝对国家 已经到了可通的避远 所以美国的 第17任首席 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 叫尼查德 他 在07年 就指出 他讲 美国的疾病医学 已经破产 我们必须通过 健康医学的统计 来预防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 改善我们的健康 他在中国呢 我们也是 譬如说 美国 慢病的死亡率 占到70% 那么 有七种主要的慢性病 发费呢 一顶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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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美尼的医疗费 发费呢 是两兆 那么 再到整个国民生产总统的部分子十六 那么我们中国大陆 就发明了 那慢性病 刚才我就讲了 现在 占到整个基因的 我们只八十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 真的反思了 譬如讲 中国大陆来讲 我们的经济水平 这个科技水平 医疗水平 都在不断地增长 在不断地上 这个提升 但是慢病呢 也就不断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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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快的发展 所以 刚才讲的 一千万的慢病发生 还在震荡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就说的呢 譬如讲 我们现在医疗 有用手术 疫苗的方法 来 来作为 现在医疗的三大方法 但是也无法控制 我们慢病的 安移的状态 所以 我们现在对慢病的发生 这个 用什么呢 用井喷 用高盆 用海啸 来比慢病的发生 那么 那么有人统计 那么到 2020年 那么 那么有部分 三十的家庭 他的经济 这样出现崩溃 他为什么呢 就是慢病太多 慢病发生 是很多的 所以呢 就是 可是 第四个呢 就是大多数 大多数人 都无法和造 我们基因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理理 在死亡人当中 最大多数 是死亡疾病 而不是死亡 什么呢 老死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 所以 世界卫生 组织的 所以 总开始 这个 这个 重道 也不是 他曾经指出 他家 我们呢 就 许多人呢 不是死亡疾病 而是死亡无耻 就是 对基康支撑的不了解 对基康支撑的不了解 对于刚才我讲的 就是我们 为什么讲 生活方式 是基康长生的密码 那么 第二个 我们就要讲 我们应该 我们自然知道 基康生活方式 是基康长生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那么 这个呢 我想呢 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健康 要懂得健康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一个著名 一个这是 这个 英国一个著名的制作家 叫培根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 自身就是力量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们小学生也知道 但是有一句话 大家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 这不知道 就是大学生也不知道 叫 自身就是健康 那么 现在呢 就是我们写的方面呢 主要就是 大家呢 可以对健康自身的不了解 不了解 那么 那么 首先以后呢 我在想呢 就是什么是健康呢 健康呢 不是由来我们概念上的 讲的健康 那么健康呢 它不停地是 这个身体是 没有疾病或虚弱 它是 它包括在身体上 这个 心理上 或社会 身体上的 一个完美的状态 这个是世界 为了主持住的定义 那么这项的标准呢 它一个 嗯 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它讲到这个五句话 一个就是 尽力忠愧 那么 从事快乐 第二个呢 就是善于修心 因为能力强 第三呢 就是体重之中 康病能力强 第五 第四呢 就是严厉紧愧 严厉紧愧 第五呢 就是修化广生 技术丰满 那么 要搭着这个团 那么 刚才我们讲的 生活方式 那么什么是 这个 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那么 健康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就是指 有益于健康的 虚广化的行为 那 它包括刚才讲的 我们 饮食 饮食 健康的饮食 色量的运动 不洗衣 不洗衣 不洗酒 不需酒 那保持心理平衡 有冲突的病名 加上不上 日常的卫生症 啊 那么 什么是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 它 呃 提出 提出了什么种的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 这个地方呢 你们去皮梯了 我就不得做错了 有实际化 那么 每个华盛科大学 医学院里 有个教授 叫罗伯特 斯莱伯教授 他发行 如果一起不良的生活 生活循环 围起 圣灵的话 那么 你就会成为耳针的候选人 成为这个 那么 是我们长期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们长期 灌碍自己的表情 这个结果 如果 如果 减少 这种 如果 减少 以下 这种不良的生活 那么 你就可能 是耳针候选人 当中 把你散除掉 那么你成为 不是耳针的教授 哪些种呢 他讲的一个是 老贺滚汤的开水 滚汤的水 第二个呢 售菜吃着爽 还有一个呢 别打便 还有一个是 转牛重鸡 这就是呢 长期二手烟 装修 家里装修 好玩 那坐下来 不想动 那么一届 不睡觉 家里呢 有耳针 那是讲的遗传 等等 呃 关于第四个呢 就是我想说 我们要受回选择 所以 激康呢 它不是一个偶然 我们讲 激康呢 它是需要选择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讲 我们就是 把这个健康和死亡 那作为一个标策 那么一边是 叫做最佳的健康 一边是死亡 那么我们的激康和死亡之间 它有一个平衡点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标策上 我们是 呃 这个方向向哪一个 向哪一个方向走 它是向死亡这个方向 这个脉筋 它是向最佳健康这方面套 那么就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你 这个影视视为和你 运动视为是大 啊 那么 你这个是不是建议限制 是不是生活有规定 我有人认识我们 这个董事长 尼汉摩 台湾的尼汉摩先生 我有人最早大概九几年就很熟悉 你看 那他有的是一个影迹的一个老板 他可能 写着可能已经中风 和小风风 但这个没关系 他可能最以前啊 在这方面 我觉得他在这个影视上 在这个晚上 可能这个有时候痛手打蛋 等等 这方面造成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 我想呢 这个他现在 因为得到这个疾病以后 他就知道自己如何 那么 什么如何健康 如何健康 如果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好 那他可能进步 会慢慢这个恢复 恢复 关于这个 现在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在整个全世界 这个身上问题是很多的 一个呢 就是 譬如我们现在大气污染 水污染 这个化工污染 造成 我们现在这个 整个这个营养 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动物太多 啊 动物太多 包括我们所 现在所吃的东西 那么 以前我们的生存环境 或现在的生存环境 是不一样的 譬如来 过去我们 这个养一头猪 或者养一个鸡 要半年 或者一年 我们现在可能养一个鸡 只要四十五天 就长个七八经 你讲他的这个 他这个 不防止他 那么营养 营养可能 和一切不一样 他都是有些脆胀 脆胜素 啊 或者有些激素 抗生素 等等 那么这样呢 就我们人体 影响都是很大的 呃 比如讲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吃的是快餐 那么进气食品 还有一些垃圾食品 那么色彩 那 那么营养成分 那么我们现在的 色彩的营养成分 比过去我们 吃的色彩的营养成分 要减少到百分之三个化 啊 减少三个化 所以 人体胃成分 都能放出日常的食物当中 啊 获取营养 啊 一个呢 就是食品 这个生长 这个运输工程 现在的土壤品质 呃 常说过 昨天晚上过我们一个 好努力的 他在这个土壤 土壤现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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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品质 这个涮性过程 有的土壤都涨不少 壮价出来 是吧 那么这次涨的壮价出来以后 那么他的营养 他的这个社会的营养成分 是口下来之内 那么还有一个呢 现在的这个 运输法律比较好 我们的很多视频 都通过传统运输 在运输当中 我们可能 在这个里面的营养成分 就损失好多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要去 去信心的产生 去当地的东西 是吧 还有一个 就是加入烹饪的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 饮食习惯 呃 所以我们讲的 你可以选择起什么 但是无法决定 是我的品质 啊 所以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所一讲呢 所以健康呢 现在确实呢 是有点担忧的 那么世界维生组织 他做了一份调查 那么正人 现在健康的人 是在百分之五 呃 呃 呃 有患有疾病的 是在百分之二十 正人处于亚健康的 是在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我们如果维度健康呢 那么维度健康有三道法器 一个就是预防 第二个就是保际 第三就是治疗 那么我们处于在百分之五的这个 这个健康人群当中 我们要通过通过这个预防 所谓预防的话 就要倡导健康社会方式 那么所谓保际的话 那么保际就是处于百分之七十五 有这样的人群 那么这个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人群 亚健康状态 他出现三种状态 一个就是营养射痕 第二个 体育的多数太多 第三个呢 他的肌肉车条 那么我们要通过这个 这个叫补充营养 而且是排除多数 啊 调击起人 呃 一个做的保际 再加上绿网 他这个亚健康 就会很复得健康 那么所谓疾病的话 我们如果 亚健康不打注意 这个生活中 不打注意的话 那你就倒置 坦快你就会转来疾病 那么疾病的话 它叫治疗 啊 叫治疗 治疗现在是一个是省缩 啊 一个是医药 啊 医药 当然我们对了病毒 对了疾病毒 对了病毒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病 啊 通过这个律网 那也可以 这个中国的能够 能够 能够从疾病 回到亚健康 做亚健康 到健康 这个人可以 嗯 下面呢 我就刚才讲的 我们是做什么 下面呢 我就讲了怎么做 啊 世界卫生组织 它维多的一样选拟 提出健康的四大技术 看在我心里讲 亨体饮食 吃量运动 啊 建议限制心肌平等 我加了一个叫 齐居有才 所谓祭食 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 适合于 一切 啊 一切情况 违背了 就可以人引起任何减度 特别是肠疾病 啊 那么所谓亨体饮食的话 这个饮食 就是由饮所食 那么不计上 通用的 提出饮 有六大饮品 是对我们技巧是有益的 一个就是茶 一个是茶 为什么茶是好东西呢 那么茶饮的话 它一个就是 还有茶豆腐 它能够抗癌 啊 能够抗氧化 啊 第二个呢 它有茶盖铃 那么茶盖铃呢 它能够提高 血管的韧度 啊 预防心 这个心脏病 第三呢 它能够呢 它有 还有佛 它能够持 啊 第二个呢 就是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呢 它为什么 对人籍有好用呢 因为它有 一转成 那么一转成 它能怎么样呢 它能够抗热 还有呢 它有抗氧化剂 啊 那么另外它还有将去 要讲积蓄子的作用 那么当然 我们讲到酒的话呢 酒呢 它一定要卸量啊 啊 红葡萄酒呢 也不能够量的喝得多 那么 每斤呢 只能五到一百毫升 那么这样的是 十喝的 十喝的 另外还有蒜奶 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呢 都是喝奶的话呢 它一喝奶 就讲到奶 就是喝牛奶 实际上呢 牛奶的话呢 啊 蒜奶比起 那当然是蒜奶好 那么蒜奶为什么好呢 它能够让 有一滴四季生长 能够把 有害的吸尽消灭 啊 再一个呢 就是豆浆和牛奶 我们一个比较 豆浆 中国人呢 很适合你吃豆浆 那么豆浆呢 它还有寡糖 那么寡糖呢 它是百分之百的 它也会吸收 它另外呢 还有酱 隔� lncal的 那么还有 5 种的抗肝的物质 那么牛奶 它是含 Rainbow gentleman 那么黄宗人百分之七十的人 就是像我们中国人 不分之七十的人 是不仁可以吸收的 那么海盖量呢 也авлив豆浆 另外呢 也不太清楚 他有没有 啊 这个 呃 他总之来讲 sorta 豆浆底起 我们对他们像 灯漿比较,当然还有蘑菇汤,还有菠汁汤 就是我讲的六种饮品,是比较,对人情是好的 另外就是关于食,食的问题 那么中国居民,它有一个居民平衡,散热宝汤 因为没有这个我就会特奖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个,譬如讲,菠汤,薯汤,炸豆汤 那么吃多少?蔬菜,你别提不少于三百到五个克 譬如讲,禽、肉、禽、碎禽、肉类 那么一提五十到七十五克左右 那么余下五十到一百克 那么奶味的奶饰品,那么这三百克 那么关于油,那么世界卫生品就要提出 不能超过二十五克,那么盐厚子的六克 那么这三百克,我们都是想来做的 所以我们的外头这样做,那就很健康 那么必须的是我,第一个就是过鼠类 我这里特别要提出一个就是玉米 那么玉米呢,是个好东西 美国人,特别是,这个英基安 美国原始的英基安 没有一个是高血压 也没有一个动物银化 那么它主要呢,它是老玉米当中 还有卵磷子、亚银酸和防止弹务层 和胸管病沉积 对预防高血压、关系病有良好的作用 再一个呢,有益料降血糖的这个功效 特别是和糖尿病的人、糖尿病人使用 所以美国科学家还发现去玉米的刺激脑细胞 增加人的质疑力,不容易得痴在症 那这一个呢,就是玉米当中 所谈的黄体素和玉米黄色 和预防老力的眼睛黄白 这个必必的发生 这就是大动 中国人缺乏优质战略 那为什么不起说呢 大动行动计划 大动行动计划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呢,就是呢 这个巧门、薯芦、小米 那么这个底端呢 它都是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癌的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动物食物 动物类的食物呢 我们讲的四条腿 那当然肯定不如两条腿 两条腿就不如梅条腿 那么,还有呢 奶味、豆味、时间关系 我这里就不读书了 那么我们这里,关于蔬菜水果论呢 我们推荐的一个就是 胡萝卜奶瓜 胡萝卜它有什么作用 它有养脸、明目、养头发、养皮肤、养黏脯 你一味味就很美,他一个人抗癌化 还有一点抗癌的作用 奶瓜呢,它是什么呢 它能吃体胰岛细胞才能 这个吃体胰岛细胞才能 成胰岛细胞 咔血糖的作用 还有饭泉大蒜花生应该怎么吃 那么这个都要讲究了 生气有生气的好处 比如我们陈安人教授讲的 比如西红柿 你如果熟吃的话 它有饭泉红素 如果生吃的话 它也还有大蒜的卫生素 那么它也需要什么 比如大蒜这么吃 它是组络吃的一定多有用力 那么大蒜应该是把它七成片放到 这个七成片以后 要十五分钟 它就还有大蒜素 它能抗 它必有抗的作用 那你比如想把它煮熟了吃 它就没有什么作用 有力等等 我那我就这里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 这个是这个很多了 这个这个很多 关于运动呢 我这里说一下 运动呢 这个 古希拉有一个叫 医学智库 叫西伯克拉底 他说过 阳光空气水 运动是圣命或健康的源泉 所以运动是很重要的 那么运动呢 它有一千多种运动 甚至让我们的人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那么不同体制的人 应该做不同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的人 有九种体制 比如英学体制 阳学体制 产生体制 等等 有九种 有一种平衡体制 它是正常的 比如是健康的体制 那么不同的运动 应该做不同的 不同的体制的运动 应该做不同的运动 因为这个一做一土 因为这个你们看不到 我这里就不说了 但是有一条 就是走路 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这个都是很大的 那么关系走路怎么走 我们提升一个叫三五七 什么叫三呢 就是三呢 就是一次三公里 三十分钟以上 五是指一周 要有至少五次 那么其实怎么呢 就是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力 加上你的运动 是等于一百千 譬如讲 你现在是五十岁 那么那你至少 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力 要大到一百十十 那才有效果 如果我讲 我坐了 好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又在又在 那没有用 那么要撤离我一看 撤离我一看 所以 所以运动呢 有的人 譬如讲 有的人他提出来 过去他有一种老话 叫饭后摆步手 能够迫到九十几 那么饭后马上运动 对于胃肠和心血管的功能 都是不利的 那么运动应该在什么时候运动呢 饭后十十五分钟以后运动 这是合适的 这是健康的 关于起聚 我刚才讲的起聚 那么起聚呢 起聚无常的人 那肯定是亚绩肠 然后又放在各种性的里长 过人说起聚有常 可以防止脏衰 那么我这里呢 就讲的是 比如讲 我们青少年 他睡觉应该是九个半小时 可以睡觉 那么成人 可以睡觉 大概八个小时 就够了 那么老年人 一般到五到七个小时 睡眠过长 比人体是有害的 比如讲 你的每天睡眠超过四个小时 比睡眠七个小时 心脏病的死亡力 要高出一倍 不是讲 你睡觉一度以后 那么初始 要高三低五倍 那么每天睡觉 不住四个小时 他的死亡力 比睡眠七到八个小时 要高出百分之一百八十 所以睡觉 我们够多不行 够少也不行 够少也不行 所以起聚呢 我们做了有六计 那一个呢 第二季清晨西一 第二季空腹和牛脸 第二季 第三呢 就是上次丑 看报 看出 第四呢 身内的养脸 第五 要替洗澡世界过长 为什么呢 我们自然说 他有龙 他有三个教育 那么洗澡以后 他的三个教育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自然务者 所以万一见一见酒 一句什么坏处 酒用什么坏处 那么我这里就不说了 关于最后一步 就关于心理平衡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土气啊 全球现在至少有六亿人 怀有精神心理问题 其中有两亿人怀有抑郁症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他叫段野 段什么野呢 从现在到21世纪中印 没有任何一种 这个灾难 能像心理危机那样 此时而深刻地给人们带来痛苦 所以从疾病发展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 那么人类已经进入了心理疾病时代 北地位当今人类 四大十英之一的四杀 大多数呢 是由心理疾病领袭 所以我们的医学专家指出啊 这未来的生命 老力自在症 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青少年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将是违害人们健康的最大的一个疾病 所以专家把人正求处理心理危机 定为健康的一个新标志 所以美国的一个成功学家 叫希尔 大家可能知道 他说过这样的话 就人与人之间 只有很小的差异 那么这种差异 将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很小的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态 是积极的还是孝敬 那么这个巨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你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那么这个呢 它适合于干事 也适合于主修 同样适合于我们健康 那么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多病就不会发生 那么这个顶着呢 我讲了很多 这个顶着东西很多 那么我这里呢 就不说了 因为时间关系啊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 这个我想给大家说几句话 一个对于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 是黄金 对吧 那比黄金更珍贵的是什么 是钻石 对吧 比钻石还要珍贵的是什么 是健康 所以请记住 一个人无能贫富贵切 如果没有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健康 就一定会有世界的生命 那么我想最后呢 这个用三句话送给大家 就是把健康 这个寄托于上帝 是愚昧的 把健康寄托于医生 是软弱的 那么最由把自己 把自己掌握了健康自身 这些主动的 与这参与健康合作 那才是美智的 有意的 谢谢大家 谢谢黄金教授 非常感谢 带给我们这个 健康长寿的密码 大家回忆一下 健康长寿的密码是什么 3450 我刚记得了 另外呢 我们也从这里 学到了英国哲学家 告诉我们的 健康知识就是力量 最重要的力量 就是健康 好 接着我们下面 邀请的是 世界生物资讯治疗 有效而非入寝性的 针灸治疗 我们邀请到 中国民间 中国